嚇了 然後今年的那個 我的 今年四月的時候 四五月的時候我會發一張EP這樣 然後是我自己做的 好 是我第一張EP 好 然後再來這首歌也是 最近寫的一首情歌 叫做我可以 在外面一整天深夜回家的路上 我有點寂寞 黃色的路得很溫暖很想你 我常常覺得你就是從腳底 眼神出來的影子 有光亮的地方 只要一轉身就會看見你 我可以盡量模仿你習慣的言語 我可以練習怎麼樣自言自語 我想了很多辦法 讓自己不那麼想念你 我可以假裝帶著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跟我討論沿路的風景 我其實早就知道 你一直住在我的身體 我希望你之間 沒想念你 我可以留在我的身體 我以為你去帶著你 我愛你的服務 我愛你的服務 我來愛你的服務 我愛你的服務 凌晨三点关了灯堂的床上 准备结束这一天 我着天下雨了 你那天呢 我常常跟人讨论什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 就是那天你不遇见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习惯的言语 我可以联系怎么样自言自然 我想了很多办法 让自己不那么想念你 我可以假装带着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等我讨论沿路的风 我其实早就知道 你只存在我的身份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习惯的言语 我可以联系怎么样自言自然 我想了很多办法 让自己不那么想念你 我可以假装带着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等我讨论沿路的风景 我其实早就知道 你只存在我的身份 我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